69岁的老太被29岁的小伙侵犯 这看似匪夷所思的事情 却真实地发生在韩国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一经上映 便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无数韩国男人强烈要求下架这部电影 可就是这样一部在韩国被抵制 甚至遭到恶意刷分的影片 却拍出了难以欺耻的秘密 故事的女主角叫做孝珍 她今年已经69岁了 不同于绝大多数老年人 她平时很注重保养 还经常游泳做运动 所以身材保持得很好 但从背影看 经常被人误会成年轻姑娘 毕竟还是上了年纪 最近她时常感到关节疼痛 于是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 去到一家医院做理疗 没想到却遭到了男医生的侵犯 这样的遭遇 放在年轻女孩身上都难以欺耻 更何况她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为了保全自己的脸面 她一开始选择了隐瞒 但是巨大的精神压力下 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必须靠药物来缓解 面对老伴的追问 她还是坦白了真相 最终在爱人的陪伴下 他们来到警局报案 一个69岁 一个29岁 40岁的年龄差 换谁都不敢相信 警察自然也不信 还怀疑秀珍是不是老年痴呆 好在秀珍保留了当时的证据 警方很快传唤了男医生 一开始男人失口否认 但当证物摆在面前时 她又改口狡辩称 是秀珍主动勾引她 两人自愿发生关系 而且他们不仅仅是普通的医患关系 其实还是同住一栋楼的邻居 两人认识已经一年多了 她还介绍秀珍去自己工作的医院看病 第一次相遇是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她在超市选购礼物 偶然遇到了秀珍 两人还打了招呼 同一件事情 两种截然不同的说辞 警方的调查陷入了瓶颈 秀珍坚称事前并不认识男人 而且介绍自己去医院的人 是有永时认识的护工朋友 朋友就在那间医院上班 可以请他出来作证 但是警方到医院调查后 院方却表示 并没有秀珍口中这位护工 另一边从超市调出的监控 也证实了男医生的证词 两人确实有过交集 这两件事从一定程度上证明 男人并没有说谎 反而是秀珍的指控漏洞百出 警方最终驳回了立案申请 将男人无罪释放 29岁的年轻人 侵犯69岁老人 老人去警局报案 警察却不相信 还差点笑出声 甚至驳回了他的起诉申请 而驳回的理由非常荒唐 因为警方认为 年轻男子侵犯年长女子的可能性较低 但是秀珍并没有放弃 老伴也无条件地相信他 一直坚定地站在爱人这一边 两个人一直默默收集证据 但是继子却并不支持两位老人 原来秀珍和老伴是黄昏恋 老伴东叔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多年 子女忙于事业 一直不在身边 东叔独自在家时 不幸中风进了医院 而秀珍经常去做义工 看见东叔一个人没人照顾 就时常帮衬一下他 一来二去 两人熟络起来 再加上相似的晚年经历 他们渐渐走到一起 东叔的儿子对于这位继母 表现得相对冷漠 他虽然不反对两位老人在一起 但是对于秀珍的遭遇 他并不相信也不相关 另一边 东叔为了秀珍的事到处奔波 私底下找到了那个年轻人 希望对方能去警局自首 但男人却态度嚣张 甚至出言挑衅东叔 在他看来 自己年轻帅气又能干 怎么想老太婆都不吃亏 为什么非要咬死自己不放 害得自己差点连工作都丢了 男人轻蔑的话语 惹得东叔勃然大怒 两人发生争执 混乱中东叔不小心摔伤了腿 这件事也让东叔的儿子越发不满 于是私底下偷偷找到秀珍 希望他能为自己的父亲着想 不要再继续申诉了 秀珍自然不愿放弃 他必须让伤害自己的人 得到应有的制裁 否则只会有更多的受害者 可是想到受伤的爱人 他的内心又十分愧疚 于是默默搬离了两人的家 找了份照顾重病老人的工作 一边打工一边继续维权上诉 首先就是介绍他去医院看病的护工 为什么医院声称没有这个员工 一开始他接连碰壁 院方对这个人的信息三见七口 但是他的执着打动了一个护士 护士偷偷告诉他 其实医院确实有这么个人 但是对方不是正式的护工 医院并没有登记入册 再加上他要告的人 是院长的亲生儿子 所以之前警方来调查时 院方直接否认了这个护工的存在 而另一个疑点在于 男人当时跟警方说 自己早就和秀珍认识 两人还在超市打过招呼 并且监控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为何秀珍自己一点印象也没有 直到护士的一句无心之言 秀珍猛然想起 在超市他和年轻人确实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他的丝巾掉在地上 男人捡起来递给他 乍一看确实向朋友见面打招呼 同时他还接受了警方的测谎 证实自己并没有说谎 终于在新的证据面前 警方再次传唤了犯人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69岁老夫人被29岁小伙侵犯 一个是前途无量婚姻美满的年轻医生 一个是风烛残年白白苍苍的老夫人 换作是谁都不敢相信 医院同事也纷纷表示 男医生平时温和有礼 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 反而是这个老人 一把年纪还打扮得花枝交战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可一个老人穿得干净得体 真的有错吗 面对警方的传唤 男人表现得异常谦逊礼貌 不慌不忙地表示 自己没有理由这么做 并出示了孝珍的病例 病例显示 孝珍患有老年痴呆 所以测谎报告并不能说明问题 毕竟一个记忆错乱的老人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撒谎 最终法院再次驳回了孝珍的诉讼 但是他还是没有选择放弃 既然法律不能保护他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 将男人的罪行公之于众 几经辗转 他找到了男人的家 看见一家人其乐融融 男人的妻子挺着大肚子 期待着未来孩子的降生 孝珍的内心十分纠结 最后还是于心不忍 默默转身离开 可是回去的路上 闻讯赶来的男人将秀珍拦住 男人以为自己的事情败露 彻底撕下了礼貌的伪装 怒斥秀珍毁掉了自己的人生 并将他一把推倒在地 男人的丑恶嘴脸 也让秀珍最后一丝怜悯烟消云散 他独自回到家 看了许久未见的亲人最后一眼 却什么也没说 他写下一封字白书 把男人的罪行写在纸上 然后打印了很多份 缓缓来到医院天台 一张张纸随风飘落 风带走了一切 也带走了秀珍的痛苦 电影的结局无疑是沉重的 事实上 秀珍的经历并不是个案 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 但在这之前 从来没有一部电影 敢去写这类题材 这是一个充满禁忌的话题 揭开了韩国社会难以欺齿的隐秘 作为受害者 秀珍被指责穿得不像老年人 老年人就应该穿得朴素吗 不修蝙蝠不打扮是邋遢 穿得干净得体是不减点 那究竟怎样做才是对的 秀珍坚持要起诉伤害自己的人 却被认为是在毁掉别人的家庭 老年人被当成了社会废料 甚至身边的人都用有色眼镜看待他 他们不去指责坏人 反过来去苛责受害者 人们总说着受害者有罪论 不断地为伤害找借口 好像只要哥哥长得帅 做什么都可以被原谅 他们不去讨论如何惩治坏人 这才是社会最可悲的一幕